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标杆的存在 多少人都说我们要打死汉兰达 我们要针对汉兰达 那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要不然这些车型就是狗活着 要不然呢就是干脆就死了 那现在呢出了一个皇冠的路放 说白了直白说 它其实就是另外一个汉兰达 这三大件全是一样的 从发动机到变速箱 然后到混动系统 再到它的平台技术 大家全是一样的 那在试驾完之后呢 我又去把每一个这个配置啊 都对比了一下 然后就觉得 它还真的有可能会打败汉兰达 如果是我个人啊 仅仅是我个人 在两个车当中选择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它的几率要大一些 那咱们来聊聊 它的这个具体的啊 都有什么不同吧 第一个呢就是外观 说实话啊 我觉得汉兰达就是现在的最新款的上一代汉兰达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挺威猛的 但是到现在这个汉兰达上面呢 我觉得有点说不清楚 就是有点没特点了 你要说运动吧 也不是特别运动 你要说时尚吧 也不是特别时尚 但它也不是特别难看 还真的是有一个那种丰田中庸的感觉 但是在这个路放上面呢 它使的这个造型 其实是北美版的那个汉兰达 是一个运动的前脸 好不好看我不说啊 但是至少我觉得 在整体的前脸造型上的设计方面呢 确实是要比汉兰达去感觉更运动一些了 那咱们说呢 它其实呢 也可以算是一个换壳的汉兰达了 那这个时候呢 大多数参数基本都是相同的 咱们指外观啊 但是这里有一个点 这个点是干嘛呢 实际上你吹牛逼有资本的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中大型的SOV 大家聊的时候都会说 车长超过5米 或者说车长接近5米 5米实际上是一个大家判断的分界线 那这两款车皇冠的路放呢 就超过了5米 而汉兰达呢 其实是不到5米的 那这一点小参数 实际作用呢 并不大 但是吹牛逼的资本 这一下就有了 好 那咱们现在进到车里边 去看看里边的情况 现在呢 咱们进入车内啊 看看车里的情况 首先说这个整体的内饰造型啊 无论是汉兰达呀 还是皇冠路放啊 其实它就是一样的 那点小区别呢 就来自于皇冠路放里边 使用了一些碳纤维的花纹 这种装饰吧 这样让车呢 看起来会显得更运动一些 那其他地方呢 其实大家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什么夜晶屏的造型啊 整个方向盘仪表的造型啊 哦 logo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地方呢 要说一句 其实呢 丰田的logo 已经是很多人去认的了 那皇冠的logo呢 其实是在丰田的基础上 增加了更多的情怀 像我们这个80后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这个概念 就是觉得皇冠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车 所以如果有情怀呢 那这一个皇冠的标 其实它就是有用的了 那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啊 其实基本上两个车就是一样的 那咱们呢 主要来聊一聊配置方式的情况 那咱们从最入门的配置开始聊啊 皇冠路放要比汉兰达贵了9000块钱 这个最入门的配置实际上是一个五座版啊 再往上提到到七座版的入门的时候 其实还是差了9000块钱 那关于这9000块钱呢 我个人觉得啊 要选皇冠的路放 因为9000块钱包括什么呢 首先包括DSS的这套系统 这里包括了全速域的ACC啊 然后包括了车道保持啊 包括车道机中啊 等等这些机中驾驶房的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在跑程服的时候 第一是轻松 第二个呢 确实是对安全有一定的余生有一定帮助的 你要知道 买这种中大型的家用SUV 这个里边做的可都是对你特别重要的人啊 什么你媳妇啊 你孩子啊 你父母啊 这些人做的里边 所以我觉得安全还是要放在这些跑程的地方 再有呢 就是远近光大增自适用这块 黄冠路放也是有的 而汉兰达是没有的 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玻璃 黄冠路放呢 是全系标配都是夹胶玻璃 但是汉兰达这边不是 那两辆车呢都是使用了风田祖团的这套混动系统啊 2.5的全系列发动机 加上电机加上一套动力系统 那这条系统呢确实是挺省油的 你在城市里面这样正常的开啊 基本百公里的在六七个油这样 对于一个中大型的iPhone来说 其实还是非常低的了 但是呢 它不是特别安静 这个不是特别安静怎么回事呢 所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呢就是说 因为它使用的是一个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所以自然吸气发动机呢 我们知道那个做工曲线 一路涨上去了 所以你需要大动力的时候 你叫使劲踩 需要使劲踩就要转速拉的高 转速拉的高了 既然它的这个噪音就会大 所以呢 这个车当发动机在使劲的时候 这个车里面其实不是太安静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因为它有的时候会用电去行驶 用电行驶的那些车里很安静 然后你身材或者它的电力不足的时候 呼一下发动机起来了 这个时候是有最底伤害的 它原来太安静了 然后比如说突然 这个奥移车一来 就会显得这个声音特别大 所以呢 在两个车发动机噪音都不小的情况下 黄国路放呢 它是有那个夹胶玻璃的 它对格局其他的一些环境 但是汉兰达是没有的 这个时候呢 你就知道了 夹胶玻璃它到底起来了一个大的作用 那刚才呢 咱们说这个TSS系统啊 然后远近光自动适应啊 包括这个夹胶玻璃啊 在黄国路放那边呢 不是全区标配 就是从277800这个配置开始 刚才我说的一个朋友了 那到汉兰达呢 如果你想有这些配置的时候 就已经要到318800这个配置了 其实今天这个差价还是挺多的 但是汉兰达那边 如果到了318800的这个配量的时候呢 就是除了刚才咱们这个队齐的主观 其实还是有其他的 比如说可以开启的全体大身杆啊 然后比如说这个可以展示的后背箱盖啊 这些东西在传来打仗 所以啊我认为啊如果说我看中的是有七个座 有大空间有那个滚动系统 然后特别省油 这种全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的消费者啊 那我觉得其实在第一配 或者六年车里面上的 皇冠逆放一定是多少个车里面 那咱们说的第一 所以咱们说的高达 最高的配置是几个车里面啊 就是两颗的基本就十分了 差了7000块钱 这4000块钱差在哪啊 就是皇冠逆放 它有压焦玻璃 而从前呢 塔兰达依然是没有啊 都顶配了 也没有这个压焦玻璃 所以7000块钱呢 就差在这了 好那咱们顶配也看完了 咱们往后退一步啊 咱们再来看看次顶配 那皇冠逆放的售价呢 是334,800 汉兰达的价格呢 是329,800 一共是差了5000块钱 这5000块钱里差了什么呢 逆放这边呢 是给了360的一个倒车影像 而汉兰达这边呢 给的是一个普通的倒车影像 我觉得啊 这个对于这么大个儿 一车超过5米了 360的倒车影像 其实使用性肯定是会更高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液晶屏方面 汉兰达呢 是给了一个7寸的液晶屏 而这个皇冠逆放呢 是使用了12.3寸的液晶屏 这个地方它就变得更大了 更大就更清晰了嘛 那你看起来就会觉得更爽了 然后呢 在皇冠逆放这边呢 车内还提供了氛围灯 汉兰达这边是完全没有的 但是呢 汉兰达这边呢 人家有了这个感应式的后备箱 这个是丰天路放这边所没有的 其实这个配置 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 这么大的车 你能装很多东西 甚至你搬着大件过来的时候 那有一个感应式的后备箱 我觉得确实是更方便的 所以呢 在两辆车 它们的三大件都相同的情况下 其实大家要比的啊 就是两方面 第一呢 就是外观设置 这个呢 罗白菜各有所爱 不太好判断谁强谁弱啊 你只能是自己去选择了 第二个呢 就是配置 谁的配置更强 谁的配置更合理 那刚才咱们一路比下来 你会发现 其实真的是皇冠路放 在入门级也好 顶配也好 四顶配也好 各个方面 在配置方面啊 其实都是要优于汉兰达的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推导国际呢 那现在就要说的是今天的结果 就是我认为 能够打败汉兰达的 就是一辆配置更丰富 配置更合理的汉兰达 那这辆汉兰达呢 其实就是皇冠的路放 好了 感谢收看这期的马外聊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